将性魅力发挥到极致,下击征服男人的方式是什么?春秋第一妖姬和她的九个男人。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迷惑男人的妖精有物,倾倒过三位国君,跟七个男人构合,男人们一看到她,就神魂颠倒,丧失心智。 那么,春秋第一妖姬下击征服男人的方式是什么?她有什么传奇故事?接下来就和瑞丽史一起了解一下吧。 她不过是一名出身小国的公主,长得如花似玉,性格开放早熟,幼年便开始与族兄子蛮似通。 在这期间有史记载她得一人传授房中寿,能采阳补音时容颜永驻,学会了便专门找人尝试,最后把自己的族兄给折腾死了。 这显然是写历史的男人们一银一短,春秋时期是礼乐崩坏,风气开放。 但是,一个国家的公主也不至于荒唐到要专门找男人练身手,可能天生性能力高超。 为了让这个爱玩的女儿安分一点,穆公把她远嫁到陈国,做陈国大臣夏玉书的妻子。 她从此重复姓为夏基,夫妻感情还不错,很快生了个儿子,起名夏征书。 故事的精彩要从玉书去世开始,玉书的朋友孔明看着寂寞手寡的美丽夏基。 偷偷跟她私通,夏基的美艳与风情,特别是床子之间的移拟风情, 使她欲死,还生。 欢情之余,孔明藏不住独乐之心,忍不住向怡行妇炫耀。 怡行妇不信,孔明就把一件绣花裤头拿出来,说是夏基送给她的, 以夸誓于怡行妇,怡行妇也不甘示弱,千方百计勾引夏基。 夏基见怡行妇身材高大,比一准风龙,风流倜躺,比孔明有风度多了。 向羽之心已久,遂许与私会,娇和甚欢。 怡行妇幼稚心疼女人,广求春耀以媚夏基。 夏基对她越发倾心,也就冷落了孔明。 孔明吃醋之际,决定引入第三种力量,陈灵宫。 她向陈灵宫盛赞夏基的美艳,吉言天下绝武,以此报复一行妇。 而正是这个男人的引入,把夏基卷入了政治漩涡, 因为是一女三夫的身体游戏,尤其显得惊险刺激。 陈灵宫和孔明,一行妇还穿上夏基的谢衣, 在朝堂上互相夸耀,一个国君,两个大臣,三个有身份,有地位,有教养的男人共同分享一个女人。 而且,各自穿着夏基的内衣内裤公开炫耀,某些程度上有点匪夷所思。 有人曾这么说过,征服一个男人是通过他的胃。 但是征服一个女人,是通过她的身体,在夏基那惊世骇俗的放荡背后, 是对性的执着与生命本能纯粹。 在遇到那个人之前,她是个只追求简单快乐的女人, 在性里,她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快感。 她迷惑于这种快感,不管对方是谁, 她只觉得好奇,只觉得充满女性的征服欲。 她想通过性的方式征服所有的男人。 那个时候的她,像个迷惑于游戏的孩子, 在本能的作用下,投入的玩了一次又一次, 世俗也罢,社会也罢,舆论也罢, 对于她来说,只是一笑了之的玩笑。 甚至男人,对她来说,只不过是性的手段与工具。 那个时候,夏基一直还是个贪玩性游戏的孩子, 虽然以为人母,但是心智并没有被开启。 在没有遇到那个真正让她长大的那个男人之前, 夏基应该是一名有着成熟韵味的少妇躯体和天真无邪的少女神情的奇特组合, 这对男人具有绝对的杀伤力。 因为这种无穷而可怕的性魅力, 三个明冻一时的男人都抛弃了尊严, 几年以来一直安心于这种互相分享的性游戏, 但是他们忘记了夏基还有一个儿子。 并且已经长大回国, 做夏基的儿子是惨了点的, 母亲在孩子的眼里是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长大了,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 也要维护母亲的尊严, 可是他回来却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和羞辱, 一面是尽忠的国君, 一面是父亲的好友, 一面是自己淫荡的母亲, 他只能忍受。 陈林公与孔宁, 宜行妇在夏家饮酒, 林公对宜行妇说, 征书像你的儿子, 宜行妇说, 他像国君民当着征书的面, 在夏府里饮酒做乐本椅不该, 喝多了还互相调侃。 说人家儿子是自己的, 这不仅是在侮辱征书的母亲, 而且在侮辱征书和他尊敬的父亲, 没有男人能忍受这种侮辱。 征书终于无法忍受, 耻辱已经让他再也顾不了所谓忠君, 他一箭射死了自己的国君, 但孔宁和宜行妇却跑了, 这两个人的逃走, 让陈国灭亡, 让征书被车裂, 但却让夏基遇到了那个男人, 在古代, 弑君是灭族的大罪, 再加上孔宁, 宜行妇的谗言, 很快储君兵临城下, 征书要逃, 但是没有带着母亲, 只告诉了母亲一声, 但是没来得, 急出去就被储君抓住了。 求在后车里, 那么夏基呢? 庄王问, 何以不见夏基, 是将士搜集家, 于园中得知, 何华逃去, 不知所事, 其实夏基根本就没有打算躲避, 他向庄王再拜说, 不幸国乱家王, 见妾妇人, 命悬大王之首, 如果您饶了我的性命, 我愿做你的婢女。 生死存亡之客, 没有匆忙逃避, 也没有惊慌失措, 而是落落大方地, 让庄王饶了他的性命, 这来源于, 他对男人十分地把握, 和对自己十足的自信, 男人没有不好色的, 他对这位倾国倾城的妖精, 自是充满了好奇与艳羡, 也就因此, 夏基能悄悄微笑, 那时的他必是盛装以待, 楚楚可怜, 盈盈跪拜, 艳动四座, 楚庄王见到夏基后, 立刻魂魄巨尸, 要纳为妃, 身旁申宫乌臣突然站了出来, 说贤君不可好色, 庄王只能放手, 看着君王不要, 将军公子们动了念头, 正要向庄王索要下机, 乌臣跳了出来, 说这个女人曾害死丈夫, 情人, 害死儿子, 害得陈国灭亡, 总之是红颜祸水无疑, 你要命还是要色, 一番话说得子反哑口无言, 最后庄王只好把这个妖精, 赐给了官居年老的隐香老, 大家都抢, 这在下机的意料之中, 多年游走于两性之间, 他对男人的品性再熟悉不过, 虽然他心性上还是个顽童, 但是同样具有着精确的分析能力 与高等的诱惑智慧, 男人在他眼里是有趣的玩具, 他喜欢看着它们争来争去, 并且十分享受这种被争夺的乐趣, 但是他也注意到了, 在这一连串的好戏里, 有一个玩具居然没有被他倾倒, 他暗暗测试那个当面吃他为妖物的男人, 如果一个习惯迷惑别人的女人, 一旦迷惑不了某个人, 就注定被这个人迷惑, 大堂之内, 咫尺之间, 下机用眼光飘向那个男人, 他如怒目金刚, 一脸正气, 侃侃而谈, 下机偷偷还视了周围, 那些充满欲望的眼睛正盯在他的身上, 眼珠滴溜溜打转, 他们在挣扎, 在犹豫, 美色当前, 但不祥之物, 危急于己, 下机冷笑, 只听有人质问, 既然如此, 主公娶不了, 我娶不了, 难道你能娶, 下机猛然抬头, 望着那个男人, 可是他失望了, 那个男人连声说了两句, 不敢, 他也不敢, 下机骄傲地抬起胸, 俯视着, 微笑着, 真好玩, 他想, 只听坐上装王之舞堂塞, 既然大家都不敢, 就赐给隐香老爸, 这倒霉老头没有听见屈无那番不祥的高论, 所以大着胆子接纳了, 下机看着白发苍苍的第二任老公, 显然这个玩具太老了, 不好玩, 在扣鞋退出的时候, 在下意识的余光里, 他突然看见那个男人正在看他, 那是众从来没有过的眼神, 是痛恨, 是怜惜, 是爱, 是什么, 他早已看惯了男人充满欲望的嘴脸, 看惯了色迷迷的打量和迷恋, 可是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眼神, 过了不久, 屈无那番不祥的理论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隐香老很快死在了战场, 下机并不难过, 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玩具, 隐香老的儿子黑妖爬上了他的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游戏失去了从前的快乐, 即使是年轻力壮的黑妖, 也不能让他快活起来, 反而让他感到了一种别扭, 他不是不知道外面在传什么, 老子死了, 儿子贪恋, 继母不肯去领尸, 从前他根本就不在乎, 可是现在他居然害怕了, 他不是害怕别人的鄙视, 他害怕这个传闻传到了那个男人的耳朵里, 他开始辗转反侧, 开始睡不着觉, 开始排斥黑妖的亲热, 正在此时, 接到了侍女, 传来的一张纸条, 龟, 无片女, 她茫然抬起头, 清清楚楚, 听见侍女告诉她是屈无先生给的, 突然, 他落下泪来, 他生平第一次, 想回家, 于是哭哭啼啼告诉了庄王, 声称, 想迎隐香老的尸体归正, 庄王看着梨花带雨的美人, 自己又只能看不能到手, 还不如远远打发了, 于是怜尔许之, 回去的时候, 他就得到了消息, 家人已经接到了那个男人的婚片, 他果不负她, 因为那个男人是明冻一时的楚国忠臣, 家人凯然答应了, 他名声不好, 他知道, 他也不在乎, 可是那个男人想娶他, 一等就是几年, 屈无终于等来了机会, 他暗中派一辆车, 将下鸡送到郑国, 自己趁着出使的机会, 找到下鸡后, 便迫不及待地进了洞房, 然后, 带着下鸡逃往晋国, 雄策一怒之下, 将屈无一家全部处死, 屈无得此噩耗后对天发誓, 要将楚国累死在征伐的道路上, 为了复仇, 屈无想出一条连吴智楚的妙计, 在晋国的支援下, 楚国后方的吴国逐渐强大, 并频繁骚扰楚国, 最终, 晋无联盟加击楚国, 楚军大败, 总司令雄策自杀, 楚国由强转弱, 若干年后, 被吴子虚帅吴君彻底击溃, 盛衰之变, 人事浮沉, 皆和下鸡有关, 这又成了他独特魅力的表现, 有人算过, 下鸡和屈无结婚时, 至少五十岁了, 仍然能打动这个国之众臣, 即使没有返老还童这数, 也是保养有方。